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為您介紹的是 奈米級超高解析度的奈米技術 我們用的是軟雷光的斷層掃描技術 一般的斷層掃描 在醫院的斷層掃描的話 因為它的能量比較高 穿透力比較深 所以它可以看得到 我們身體器官裡面的病變 軟雷光的話 它是因為它的能量是 鑑於0.2到3kEV之間 能量比較低 所以它的穿透力比較窄 剛好很適合觀察細胞 或組織裡面的病變 軟雷光斷層掃描 小微素的技術 可以提高 凸低影像的 大概是15到30奈米的解析度 3D影像的話 可以看得到50奈米的解析度 它是一個很快速的 可以看掃描 和樣品準備 在樣品上 它不需要去水 不需要染色 不需要切片 所以它可以很快的 看得到它的影像的部分 在掃描的部分的話 一般實驗室也有 軟雷光的儀器 但是它的光通量比較弱 它做一個3D掃描 大概需要12個小時 同步輻射的軟雷光 因為它的光通量很強 你做一個掃描 大概4分鐘就可以結束 生物的樣品很怕輻射傷害 所以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是在一個低溫的實驗之下 來防止它的輻射傷害 我們的系統也會結合 螢光結構照明顯微素 所以可以觀察細胞裡面 有功能和結構的資訊存在 那很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